- 新浪娛樂網友們 - 歡迎進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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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休假最重要是發胖 - 我從武功結束以後 - 到現在時間左右吧 - 胖了四公斤 - 就是該吃吃該喝喝 - 然後吃點宵夜最後就變成這樣 - 是完全沒操心舞台這把事了 - 就起碼這一天就把這事 - 就耗到腦後了 - 因為最後的總決賽 - 其實大家之前就已經講好了一些 - 想要表演的曲目 - 所以呢我們現在就是大家都是在線上溝通 - 現在應該是開始懷念的時刻了 - 我想很多人都會有一種 - 怅然若失的感覺 - 突然有一種很不真實 - 好像做完了一個夢 - 三個月去做了一個夢的那種感覺 - 但是更了解真實的自己 - 你會更看清楚自己是什麼樣的人 - 自己是什麼樣的人 - 我唯一的擔心只有 - 其實大家怎麼罵我 - 或者是怎麼樣的 - 質疑我或什麼的 - 我都沒有那麼擔心 - 因為我一直覺得 - 無客群這三個字沒有很重要 - 我們只是摘過些年頭就會化成灰燼的 - 但是呢 - 只希望他們能夠聽見這個作品 - 聽懂裡面想表達的那就好了 - 第一季找我 - 第一季找我 - 我並沒有參加嘛 - 因為我並不想懷舊 - 一開始當時我沒有看到第一季嘛 - 所以呢 - 我心裡就想我並不想做舊的東西 - 然後只是哥哥 - 只是拿我以前的東西 - 只是拿我以前的東西 - 對對對對 - 我覺得以前做的東西 - 我很欣慰有做過那些東西 - 但是我並不想停在那裡 - 也不想要消費過去 - 那後來我就看到第一季 - 當我看到他們的舞台的時候 - 我就哇 - 哇 - 你這是個傻 - 傻 - 因為那些舞台是我想像的未來 - 我認為未來的舞台不只是音樂 - 要表演、戲劇、視覺 - 可以超越你的想像 - 但在第一季的哥哥裡面 - 他們都做到了 - 節目組當時勸你來參加的時候 - 他們有表達說 - 為什麼需要客群來參加這個節目 - 其實當時他們是告訴我說 - 他們會更加倍地去做第二季 - 我其實認為 - 當時的節目組還不了解 - 當時的舞科群是什麼樣的人 - 他們可能覺得 - 喔 你以前有一些作品 - 然後也是個個 - 感覺還不錯 - 狀況維持得都還不錯 - OK 那來試試看嘛 - 因為我是很後來才跟導演組們 - 真正認識的 - 因為我進去節目的時候 - 我一直告訴我自己 - 不要和他們太熟識 - 因為這樣比賽才能公平 - 所以我一直到很後面 - 才真正和他們有了交流 - 然後我也才知道 - 他們一開始對我的希望其實蠻低的 - 他們有跟你說 - 從小派者你不一樣 - 他們是的確看到我當了隊長 - 然後在一工以後 - 在慢慢的接觸當中 - 每一個PD才看到了一些 - 我不同的地方 - 才慢慢讀懂我 - 所以他們就慢慢的 - 把他們看到的展現給大家看 - 不知道為什麼 - 我就在網路上面看到 - 我就變成皇族了 - 有沒有玩過狼人殺 - 我是平民啊 - 你們誤殺平民了 - 然後我就在思考 - 我一開始在看的時候 - 我做了什麼嗎 - 就當下先是錯誤 - 對 - 我就想哇 - 這個裡面在討論的人好像不是我 - 但我後來理解了一些原因 - 我甚至也有直接跟導演組討論 - 我說哇 - 你們剪太多我了 - 我就變皇族了 -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獨一無二的節目 - 每一場表演 - 我從頭到尾都不是在想輸贏 - 我一直在想能夠傳達什麼訊息給所有人 - 因為這是最難得的 - 你不是只是靠炫技就能贏的一個節目 - 32個哥哥有32種人生 - 你是可以把人生解剖 - 把其中的一塊跟大家分享的 - 而我來 - 我希望能夠把我自己還有我的隊員們 - 他們人生的感悟解剖下來 - 分享給大家 - 每一首歌都應該有一個訊息 - 每一個X-Part - 這個節目最酷的就是有X-Part - 所有人都在翻唱翻唱再翻唱 - 它至少留一個X-Part給我們創作 - 我的隊最後都是創作人 - 所以X-Part對我們太重要了 - 每一功啊 - 我都沒有後悔的舞台 - 都是唱快淋漓 - 我們把真正想要傳達的 - 都傳達了 - 而且它是順著會遇到的東西 - 沒有任何預設 - 然後就變成要唱這首歌了 - 然後才去表達了 - 像《四公好久不見》 - 因為我很愛陳奕訊 - 可是《好久不見》 - 是我最少聽的歌 - 我當時也是頭很大的 - 然後我一樣 - 就隔天早上我就會重新聽一下這首歌 - 但我沒想到聽的時候我在床上痛哭流涕 - 然後我才知道我們到底為什麼會選到這首歌 - 到底為什麼要唱這首歌 - 最後找了瑪迪 - 因為我們都有一些懊悔 - 還有遺憾 - 對親人的 - 他對他的奶奶 - 我對我的母親 - 所以我們把所有這種 - 你想見卻不可見 - 你才只想念 - 這樣的心情 - 全部都放在這首歌裡面 - 我們一開始出舞台一直練習嘛 - 在練習的過程大家都會丟三落四的 - 那我就覺得練習 - 假如我們要回來拿東西很麻煩 - 所以我就幫大家先把那些東西都拿一拿 - 後來我們出舞台贏了 - 然後到要一攻的時候呢 - 一個PD就問說 - 你們這樣到底你們誰是隊長 - 然後月哥就說了 - 月哥就說 - 我覺得客群不錯 - 然後後來大家複議 - 我就變隊長了 - 那我當隊長的時候 - 我心裡只有兩件事 - 第一個 - 就是一定要 - 要讓所有人在舞台上面能夠 - 掏心掏肺 - 然後能夠很然 - 我覺得很然 - 是所有的舞台裡面最難的 - 第二個就是 - 那不能讓人離隊 - 我不想他們被淘汰 - 我就很開心 - 我真的是走到最後的時候 - 我沒有讓人走 - 我聽說 - 就確實到目前為止 - 就是節目裡 - 你的隊是真的人不能把 - 就整整齊齊一家人 - 算是唯一的一個 - 你覺得這是自己的能力使人 - 還是你覺得是什麼呢 - 我覺得這個原因應該是 - 我有做出努力 - 可是呢 - 我的隊員們他們本來就很強 - 那我前面的方式就是 - 讓大家很強的地方被看見 - 其實只要被看見了 - 你就比較不會被淘汰 - 馬迪一來 - 我們就把最華彩的篇章給他 - 節目組一直叫他跳舞 - 跳舞 跳舞 - 其實原本要那個part他跳舞 - 而且是跳類似現代舞 - 這是我第一次跟節目組剛呢 - 他說我覺得不行 - 不能這樣 - 馬迪是願意跳舞 - 他願意很認真的 - 可是他是一個文人 - 你要一個文人做舞這樣的事情 - 這不合理 - 就是我們可以有話題點或挑戰突破 - 但是要基於你的本性去做這件事 - 是的是的 - 我那時候就跟節目組說 - 我們最重要的那一段 - 應該要讓馬迪給別人看到 - 其他哥哥沒有的 - 他的特色 - 那這樣的話 - 他的獨一無二大家就會看見 - 前一陣子剛好看到我幫別人的書寫序 - 裡面寫說還在繼續瘋狂的舞客群 - 那已經差不多十年了 - 結果沒想到十年後 - 其實我最在乎的還是瘋狂啊 - 這些字眼 - 就來這個節目就覺得 - 那就是要做瘋狂的事情 - 那我認清楚自己是在 - 我到底愛什麼 - 在節目裡面啊 - 我最愛最愛的 - 真的是舞台上面的那幾分鐘 - 還有我們創作 - 會心有靈犀的那一刻 - 所以第一公的時候 - 那隻小螃蟹的時候 - 我都會覺得很興奮 - 我就哇 - 既然有節目組 - 餵了一隻小螃蟹 - 可以封成這樣 - 我們在那邊拍那一個啊 - 半小時 - 就為了那一個鏡頭 - 當你看到有一群瘋狂的人 - 你就覺得 - 哇 - 人生也那麼無聊 - 都只會為了這些事情瘋狂 - 那你會覺得 - 客群的瘋狂 - 其實百分之九十都會體驗在舞台 - 我都把它 - 放在作品裡面了 - 我的PD - 他最後武功結束之後 - 他問我一句話 - 他說 - 說是不是會思考的人 - 比較容易陰謀 - 然後我就回答他說 - 但是 - 會思考的人 - 比較能夠得到 - 深沉的喜悅 - 我在瘋狂追求這一切的時候 - 追求這些作品 - 然後舞台 - 然後做這些的時候 - 其實我得到很深的喜悅 - 寫一首歌 - 靜音在裡面的時候 - 哇 - 然後聽他完成 - 他未必會有 - 在世俗裡面得到很多的評價 - 什麼大熱歌 - 多少第一名 - 然後每個人讚揚你的舞台 - 好厲害 - 這些東西都不一定能得到的 - 可是 - 你光靜音在做這件事情當中 - 就是最快樂的 - 能得到這個 - 只是呢 - 在思索或者是 - 在做這些的時候 - 有時候會痛苦的 - 有時候 - 被人家罵一罵皇族 - 也是會痛苦的 - 被誤解也是會痛苦的 - 被罵誰都會痛苦的 - 對 但沒有辦法 - 誤解是常態 - 是人生的常態 - 而且 - 你仔細去看的話 - 你會發現一件很有趣的事 - 人大部分只會去批評 - 或者辱罵 - 和自己相近的人 - 同樣我們都在為了某個目標 - 而努力而辛苦 - 有人為了生活 - 有人為了自己的夢想 - 大家會互相嘲笑 - 可是 - 你很少去嘲笑那種 - 天生有錢 - 天生高高在上 - 然後什麼東西都是頂的 - 他不用再去追求的人 - 很少 - 你只有崇拜何忌度 - 好好 - 好好 - 好好 - 可是 - 哈哈哈哈 - 你也在追 - 哈哈哈哈 - 你追不到 - 你好傻 - 我們都是在辱罵身邊 - 相近的人 - 這個很奇怪 - 我不知道欸 - 老實說我都不知道 - 藝人 - 這個詞到底代表了什麼 - 如果是英文的話 - 原本是artist - 那應該是藝術家 - 那藝術家要做什麼 - 做作品 - 可是現在的藝人 - 好像講的不是藝術家 - 講的是 - 你得要有搞笑屬性 - 你要娛樂大家 - 然後你要 - 讓大家笑笑 - 讓大家輕鬆 - 讓大家得到很多的 - 短暫的快樂 - 我不知道就是 - 我們現在要得到很多 - 所謂奶頭樂嘛 - 然後我們要一直說 - 每個15秒的快樂 - 可是這些最後造成我們 - 更多的焦慮 - 你翻看10年前的話 - 沒有那麼多焦慮症 - 沒有那麼多恐慌症 - 我們得到了這些短暫的 - 然後呢 - 反而讓自己更緊繃了 - 因為大腦就是這樣的 - 你一直得到這些短暫的快樂 - 它就需要更多 - 然後我就只能這樣 - 你看 - 在城市裡面工作的人 - 肩膀都是慫起來的 - 然後我們都覺得 - 那我繼續 - 讓我得到短暫的快樂 - 可是 - 他們不知道我一直在追求 - 或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- 很深層的喜悅 - 那種喜悅 - 一定會伴隨著某些痛苦 - 因為你在努力做某件事情 - 可是最有趣的是 - 你一直做做做 - 你很專注做的時候 - 那些痛苦就不見了 - 我一直在想跟大家分享的 - 只是這個 - 因為這我很老了才發現 - 我20幾歲就一直在追 - 我想追第一 - 我想當天王 - 我想要怎麼樣 - 所以我都在追 - 真正的覺醒應該算 - 失去我老媽的時候 - 我才重新的審視我一生在追什麼 - 追這些 - 原來追錯了 - 真正治癒我的是創作本身 - 因為這些才能夠抵禦 - 那些短暫的快樂 - 給你帶來的焦慮和恐懼 - 害怕 - 可是這個因為我太老發現了 - 我就一直想 - 如果我20歲就發現這件事情的話 - 我一定能夠做出更多不同的作品 - 就是如果參加一個參加比賽 - 然後為了第一 - 然後目的性很強 - 就會做出唯心的做法 - 我的想法也是 - 我還是能控制我要控制 - 每一首歌要有表達 - 我不是來表演的 - 我是來表達的 - 我最怕一件事情就是 - 下班了 - 我來上班下班 - 我們很難得有這樣的機會 - 分享很多東西 - 所以我從來不是來上班打卡 - 下班走人 - 在你表達完之後 - 除了自己滿足之外 - 你覺得大眾給你的反饋是滿意的嗎 - 我只相信我真正能接觸到的 - 我會跟粉絲們聊天 - 分享東西 - 因為我知道那些是真人 - 真的有看的 - 然後我會跟他們聊 - 能分享的一些跟他們分享 - 我第一個遇到的大眾 - 可以說是節目組和哥哥們 - 因為節目組他們24小時的看著我們 - 所以他知道我們是怎麼樣的男人 - 當時到武功的時候我是很感動的 - 我們的隊有五個隊長 - 然後大家認同我 - 因為我是最小的隊長嘛 - 我是最年輕的 - 但大家卻願意來 - 因為我們八個人 - 我們是唯一一隊八個人都是原創歌手 - 都是自己寫歌的 - 那他們卻拿一首沒有人聽過的原創曲 - 願意跟大家打 - 願意用這個來比賽 - 小奇哥常常跟我說 - 因為他是從我小看到大 - 他是連我媽媽告別式他都來的人 - 然後他就說 - 我很欣賞你 - 你會做一些很超前的東西 - 很瘋狂的東西 - 可是我又很擔心你 - 你會不會跑太快了 - 這市場還沒有辦法接受 - 但最後他們都挺我去做一個很傻的決定 - 反正 - 這個是很難得的 - 現在因為我們都錄完了嘛 - 是 - 只剩下總局 - 我回頭就想說 - 哇 - 我的人生當中 - 有時候是真的會做一些蠻愚蠢的決定 - 我以前的唱片公司的企劃 - 他就跟我說 - 路要越走越寬 - 不要越走越窄 - 有時候不能上頭 - 像星戰的時候 - 我發生了一些事 - 他說 - 不要這樣的 - 你是高中生嗎 - 你在幹嘛 - 然後 - 就是很多時刻 - 我都會這樣 - 你可以成人一點嗎 - 就是你為什麼做事都這樣呢 - 然後因為我們已經認識十幾二十年了 - 我就跟他說 - 如果我不是這樣 - 你會跟我當一輩子的朋友嗎 - 來節目的時候啊 - 因為他一直很關注這個節目 - 然後他就告訴我說 - 我告訴你要怎麼樣 - 第一個 - 你要選大哥 - 第二個怎樣怎樣怎樣 - 然後你要選誰 - 怎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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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然後我每次做個決定 - 他說 - 不能選那種太年輕的 - 然後我沒有一個聽他的 - 他給你聽到排兵符 - 我就跟他說 - 如果我那麼選 - 那你還會跟我當朋友嗎 - 有些東西我覺得 - 幼稚這種事情 - 中二這種事情 - 老了也改不掉 - 你會用愚蠢 - 這個比較開玩笑的戲 - 來形容自己 - 是的 - 節目組 - 導演 - 都有說 - 你真的很笨 - 他們就覺得 - 哇 你真的有能力 - 然後好像很聰明 - 可是其實又很 - 真的很笨 - 可是我一直覺得 - 做這些很愚蠢 - 或中二的事情 - 或決定的時候 - 那是 - 很真實的 - 我不知道欸 - 我覺得 - 我並不想要 - 真的變成一個 - 成人 - 然後 - 照著成人 - 該做的規則 - 去走 - 去做事 - 我不想要成為那樣的人 - 那我現在已經是中年人了 - 可是我還是覺得 - 人至中年 - 亦中二 - 人若中年 - 亦少年 - 就是你會做那些愚蠢的事情 - 是因為你還有愚蠢的想像 - 還有那一些很中二的想像 - 你覺得世界是這樣 - 我覺得這樣 - 至少我一時半回也改不了 - 有些東西可能只有投胎才改得了 - 就像我跟Bernese說的 - 我要回跳舞的話 - 想要跳得像他這樣 - 我就是要投胎 - 終於找到幸福的方法 - 終於找到幸福的方法 - 我接下來想做的就是 - 去做Life House - 去做音樂節 - 去做很多的表演 - 寫很多的新歌 - 在公演的期間 - 算很累 - 但反而有很多靈感 - 寫了很多歌 - 我想說 - 就繼續去做這件事情 - 而且很想跟真人互動 - 能夠繼續唱歌給很多真人聽 - 只有這些才能夠把焦慮給化解吧 - 其實有時候焦慮就是 - 我們一直想的 - 那些事情還沒發生 - 然後我們就一直想 - 一直想 - 然後就越來越焦慮 - 然後這樣子 - 稍為